6月29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赞成、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宣布 全美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必须停止在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 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平权行动招生计划为限 这项裁决结束了美国几十年历史的平权行动政策 此前的平权政策虽然声称帮助少数族裔 但主要提高的是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的数量 这最终导致牺牲了其他族裔学生 特别是学习成绩整体优异的亚裔学生的权利 尽管他们在各项测验中都名列前茅 但哈佛大学等众多美国顶尖高校在招生中却优先录取其他族裔学生 这引发了广大亚裔考生及家长们的不满 2014年非盈利组织学生公平录取联盟 状告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称其在招生中把种族作为录取的一个标准 导致亚裔申请人利益受损 违反了民权法案 哈佛在2019年和2020年先后两次获得了胜诉 但该联盟坚持将此案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裁决出炉后 未来大学将不得不寻求新的方法 以更好地纳入少数民族群体 并确保学生团体中各族裔的代表性 对此 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表示 强烈反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 他说 裁决放弃了数十年的先例 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我们不能让这个决定成为最后的决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6月28日公布的 2023年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显示 美国23家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 拥有可抵御严重经济衰退的足够资本 能在严重经济衰退期间 继续向家庭和企业提供贷款 美联储表示 在假设的经济严重衰退情况下 美国商业房地产的价格将下滑40% 房价将暴跌38% 失业率将最高触及10% 经济产出将相应下降 此次压力测试的重点是商业房地产 在假设的情况下 写字楼等物业预将遭受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损失率水平的约3倍 虽然大型银行在假设的情况下将遭受严重损失 但他们仍能继续放贷 美联储负责监管金融事务的副主席迈克尔巴尔表示 美国的银行体系依然强劲且富有任性 一辆从加州开往西雅图的美国铁路公司观光列车 6月28日在莫尔帕克的铁轨上撞上一辆运水车后脱轨 造成15人受伤 据文图拉县消防局称 事故发生时车上有186名乘客和13名工作人员 这辆运水车属于文图拉县公共工程局 在火车的7节车厢中 有3节车厢脱离了轨道 并向侧面倾斜 但仍保持直立 消防官员说 火车上有15人受伤被送往医院 其中大部分被认为是轻伤 越水车司机也被送往当地的一个创伤中心 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车祸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法国警方6月27日枪杀一名正在驾车的少年 此事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 28日晚 法国多地出现暴力示威活动 抗议者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有150人被捕 据法国24新闻台报道 法国警察开枪射杀一位名为内尔的17岁少年 警方称内尔拒绝停车且威胁冲撞 但是现场视频显示的内容与警方说法有出入 涉事警察开枪动机遭到质疑 27日和28日 针对此事的抗议示威活动 从巴黎及其周边地区逐渐延绍至 图鲁茨、蒂荣、里昂等城市 在发生枪击事件的上塞纳省 蒙面黑衣抗议者向安全部队喷射烟花爆竹 在巴黎东北部地区 警察发射闪光弹驱散焚烧垃圾的抗议者 示威人群则向警方投掷瓶子 塞内圣诞尼省也出现暴力示威 汽车、商店和图书馆被抗议者纵火 商店被抢劫 当地警察局遭到袭击 市政厅遭到破坏 法国总统马克龙28日对此事做出回应 称内尔被枪杀一事不可原谅 他和几位政府部长都呼吁民众保持冷静